女人慌张地大叫让男人帮她拔出背后的毒刺 就在刚刚一个黄蜂钻进她的裙子里狠狠折了她一下 马蜂虽已死掉 但毒刺却深深扎在她身体里 女人真马是个室内设计师 她丰满的身体充满着荷尔蒙的味道 丈夫查理做着维修家具的工作 她性情腼腆低调 手艺精湛 为了远离伦敦的都市喧嚣 二人搬来了法国诺曼底的乡村生活 虽然查理其貌不扬 可对妻子却宠爱有加 邻居马丁曾经做了12年的文学编辑 7年前她继承了老父亲的面包房回到乡下 她爱好文学 读过弗洛拜的著作包法利夫人无数次 非常巧合的是来自伦敦的包法利夫妇 住进了她家隔壁的房子 妻子真马包法利像包法利夫人里的爱马一样性感迷人 丈夫查理就像包法利夫人中的男主查理一样平庸温吞 当马丁对妻子和儿子聊起这个巧合时 他们却嗤之以鼻 面对着洋溢着迷人气息的真马 马丁总是忍不住多看一眼 他殷勤地介绍自己做的面包 在相见遛狗的偶遇也让马丁不禁停下脚步想多和他聊几句 看着他挥手的不经意动作 晚上查理来敲门 他们家电路老话突然没电 马丁帮忙下一切恢复了正常 两对夫妻聊了起来 查理说他们是冲着法国的葡萄酒才移民来的 而马丁却完全没有注意他们在聊什么 他睁大眼睛盯着真马 突然真马脚下跑过一只老鼠 他着实被吓了一跳 说明天就要去买些老鼠药 但马丁说这并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一只甜鼠而已 白天不忙的时候 他教真马如何做面包 他耐心地揉着手里的面团 马丁多想成为他手下的面团 被他轻轻搂搓 真马把头发高高盘起 他脱掉了让人发汗的毛衣 只穿着斑驳的T恤 马丁被他死死迷住 这天他们又在田间碰到 马丁掉在地上 他随身装的书籍包法利夫人 他聊起我16岁就非常喜欢这本书 但真马说自己并没有看过 他邀请真马喝了当地最好喝的苹果烧酒 周末几个邻居聚在一起 品着葡萄酒 女邻居想真马帮他在家具上 画一些东方元素的装饰 并给他介绍起家里的健身器械 这天真马就在小路上被马峰折了 他让路过的马丁帮他 马丁只好硬着头皮帮他解开后背裙子的扭扣 拿出了衣服里的马峰 并帮他吸出背部的毒素 忙乱中年轻的海尔威路过 问发生了什么 可真马却一头栽倒在地上 他们送他到医院后 医生给他打了一针立刻好了 他只是过敏性休克并无大碍 回家时疲惫的真马 仅仅是把头枕在马丁肩膀上 这已经让他喜形余色 这天马丁在面包店门口又看到了真马的身影 他扭动着迷人的身体在小摊前转了几圈 竟然碰到曾经拉他去医院的海尔威 看着他们越聊越投机 马丁有种不好的预感 两人一定会发生些什么 他像一个导演一样设定剧情 看着真马走后 海尔威依然盯着他的背影一游未尽 马丁不禁一股醋意涌上心头 直到妻子喊他帮忙 他才不得不回去 果然事情如马丁所预想 这天真马和海尔威竟然又在超市碰到 海尔威给他推荐了一瓶白葡萄酒 并邀请他去家里做客 说可以给他展示十三四世纪家里的古董看看 真马欣然答应 海尔威是从巴黎来的法律系学生 他特意到家里在乡下的城堡复习功课 一边在家孤方自赏 一边引诱着猎物的到来 当马丁的车与真马的红色货车擦身而过时 真马并没有看到朝他招手的马丁 马丁对狗狗说我敢打包票 这个路口真马一定会诱拐 果真真马的红色货车拐入了通往海尔威家的小道 他拿着刚买的葡萄酒敲开了房门 海尔威非常热情地邀请他进了城堡 贵族气息的城堡内充满无限魅力 里面有巨大的油画 还有漂亮的孔雀标本和整齐的书柜 他扭头看向了海尔威 空气渐渐暧昧 他不知道的是此时马丁将车停在了海尔威家门口 他联想起好多风批的画面 晚上几个邻居在真马家做客 大家畅所欲言 真马忙上忙下招呼着客人 只有马丁沉默不语 他暗自猜想着下午真马在海尔威家的78分钟里 究竟会做些什么 马丁看到坐在他身边真马脖子上的草莓印记 但看起来查理并没有发现真马有何端倪 之后马丁总是在家门口碰到海尔威 他的车开走没一会 真马就带着小狗走出院子 看着他扭动着性感身体的背影 马丁知道他一定是被海尔威召唤去约会了 他总是联想起他们在一起的温馨画面 甚至觉得他们就是包法利夫人中女主爱马和年轻男人约会的翻版 这天真马来买面包 可聊了会天后 他忘拿面包指付钱后就离开了 马丁只有拿着牛角包给他送到家里 可谁知正遇到海尔威在 听着院子里有脚步声 海尔威开门查看 马丁躲了起来 他捏手捏脚的来到屋子后面 听到他们聊天 海尔威说你为什么不离开他 真马却埋怨他在这个时候扫兴 门口的马丁死死地抓紧了手里的牛角面包 恋爱中的女人总是春风满面 真马带着小狗离开了家 一路上他走过轻轻的草地 穿过阳光洒进的树林 他仔细地把狗狗拴好 脱下脚上的长筒雨靴 从风衣口袋里掏出红色高跟鞋换上后 从小门进入 敲开了海尔威的家门 他们像许久未见的爱人般亲吻着对方 可谁知却打碎了 桌上十三世纪的丘比特雕像 真马说他拿回家 查理会修复好的 他问你会陪我去伦敦待几天吗 海尔威许下承诺 马丁每天从心底里 期盼真马能离开那个小蠢货 这天真马又来买了很多面包 他说要离开去伦敦一段时间 马丁急切地问了很多问题 直到妻子呵斥他这样很不礼貌 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真马说他们在伦敦待几天就回来 这时马丁才放下心来 妻子问你看他那得意的样子 可怜的查理却蒙在鼓里 马丁想起了包法利夫人中 鲁道夫给包法利写的分手信 他如法炮制写了一封给真马 信中说我想尽快逃离 避免再次见到你 忘了我吧 我们为什么要相识 永别了 海尔威 查理看到院子里心事重重的 真马掏出手机拨出电话 可那边却是电话留言 同样马丁也注意到了这一幕 海尔威被母亲埋怨 家里的丘比特雕像找不到了 但是他最喜欢的摆设 也是城堡里为数不多挺值钱的玩意 儿子说因为有些划痕 他把丘比特拿给一个住在这的英国人修复 母亲却说这个丘比特是塞夫勒的瓷器作品 他经历了三次革命 两次世界大战都毫发无损 如今却在你手下有了划痕 正当母亲训斥海尔威时 真马打来电话 海尔威挂断 这时已经穿过后门的真马收到了他发来的信息 对不起我不能和你去英国了 他瞬间双眼饱含泪水委屈的转身离开 海尔威的母亲找到了查理说他的儿子送来一个丘比特雕像 但查理说我不认识你儿子 也没有见过你说的雕像 之后你人留下了名片说这个东西对我非常重要后离开了 马丁看到他们母子两阴着脸开车走了 他暗自窃喜自己成功了 晚上查理问真马你是否认识隔壁邻居 并说了下午发生的事 他表示好像他们指责我们盗窃一样 真马问你有时间吗 我想和你谈谈 查理却转身回去收拾行李 真马的眼泪夺旷而出 查理叫了迪士离开了家 第二天在田野里散步的马丁碰到了真马的小狗 他把小狗送了回来 马丁看到了桌上的包法利夫人 他问真马也在看这本书吗 真马说我还没有看 这是刚在书店买的 他拿起一封律师信 是哈尔威母亲叫律师寄来要求真马退还丘比特雕塑的 真马表示我知道这个雕塑 但我现在也找不到那东西究竟放在哪了 他让马丁帮忙执笔回信 马丁看着窗口逆光照射下美丽的真马 心如小兔乱撞 真马静静地坐在马丁身边 他起伏的胸口 伴随着一股淡淡的体香洗面而来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